终于要到学校啦 那今天我就来带大家逛一下天津大学 进来的话呢就能看到一个广场 然后呢就是侧面的话呢就是教学楼 就两边都是教学楼 然后中间是草坪 整个布局的话就非常的规整 在阳光下看的话就觉得这一块草坪特别的好看 从这条道一直往前走呢 就是北洋广场 春泉都开了耶 好好看 看这种彩虹超棒耶 北洋大学堂就是天大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让我们近距离观摩一下北洋大学堂 能看到上面写的1895 是因为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 它成立于1895年10月2日 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北洋大学堂的内部呢 然后4B上都会有相应的内容 像这个时事球室呢就是天津大学的校训 广场上呢会有各种活动 比如说像每年的百团大战 就所有的社团会在这边纳心 然后拍毕业照也是在这里 平时的话呢因为空间比较大 还会有像打排球啊玩滑板啊玩轮滑呀 还有跳鬼步舞啊什么的各种就是业余爱好吧 然后他们会在这个这边玩 然后今天呢是校庆嘛 然后就是有一个小的摊位 就是在欢迎校友回来这样 这边的话橙色的就是校友会的志愿者 然后这边呢这个楼呢就是九楼 就是天大的行政楼 就办公啊什么的都是在这边 这边有各种活动嘛 然后我就给母校写了一个祝福 然后就给了一张明信片 对这个是海棠记的明信片 就每年四月份是天大的海棠记 然后就很多海棠花会开 然后就会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吧 然后来这边拍照特别特别的热闹 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来看一看 在四月份 这个是25号教学楼 这个C座就是我们管理学院的楼 然后天大的教学楼命名就很有意思 它这个编号是按照楼建立的先后顺序命名的 所以一号楼是校使馆 是26楼 就平常会有一些课啊 比如说像英语的那个听力啊 什么的会在这边上 专业课我们也有在这上的 然后大家会经常到这边来上自习 我看看有没有开着的房间 开着的教室 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进这个A区吧 然后就从窗户就能看出来 里面有很多在上自习的同学 啊 因为就大家都在上次习有不好打扰 就简单给你们看了一下 然后像这边的话 就不管是说考试前呀还是平时啊 其实都有很多同学会来上次习 就天大的校风就还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就回宿舍的话 就每天晚上像十点多呀什么 就门进之前 然后就会突然有一大批同学回来 那就是大家下晚自习了 对就都是特别自觉的去学习 这个呢是求试亭 也是天大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然后在我毕业之后它是翻新过 这边的话是敬业湖 天大一共有四个湖 就当时来的时候都震惊了 会有这么多湖 在湖的四周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座椅 就你学习学累了呀 然后来这坐一坐呀 放松一下心情 那都是特别好的 那是天大的科技图书馆 然后在桥的对面呢 就是老图书馆 平时的话就经常有很多同学去那上自习 这是刘远 就是留学生 就是住在这里 然后这有一个国际教育学院的牌子 然后后面的这个湖呢 就是友谊湖 啊 友谊湖都有 所以就喷泉 我好像第一次知道友谊湖有喷泉 爱满湖 它和这个友谊湖就隔了一个桥 在爱满湖再往那边走 就是彭香公寓 就是也就是我们的学生宿舍 就是在这里 一条路再走下来 前面就是青年湖 这个青年湖 它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湖 然后你看那边有座位 就 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吧 就经常会有很多情侣坐在那边 就排排坐的那种 就有的时候人特别多 你都找不到位置 青年湖的牌子 湖边居然又站了围起来了 原来的话就是会有凳子的 可以坐在这边看湖这样的 那我们到这个这个排排坐的这个看台上 来看一看啊 看一看啊 真的视野非常的不错 看 这边的话就是大活这个白色的 就是大学生活动中心 然后平常的话会有各种演出啊 然后比如说社团的演出啊 什么话剧的呀 然后舞蹈的呀 然后还有像民乐团 合唱团 就都会在这边表演 然后也会有青厨组织到一些讲座 就是一些名人啊什么的 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有看过大鹏的 其他的 真的 反正经常来人我也记不清了 对 哇 这一侧 这些就都是海棠花 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海棠节的时候特别热闹 然后就开满了花 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就看左侧这个 这个是海小棠 就算是天大的一个标志 这也是我入学以后 然后回来就见了一个这个形象 对 海小棠 还挺萌的吧 命名为泰雷禄 是为了纪念张泰雷 就是他是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就也是天大非常有名的校友 泰雷禄一直往前走 就是体育场啊 体育馆啊这些 校车 是冯继才艺术研究院 就它里面的话是有 有 有 有一个水池里面有好多金鱼 今天是没有开 我就特别喜欢就是看它那个里面的鱼 就 非常好看啊 这一面墙上都是那个藤蔓 我们去侧面看一下 嗯 嗯 就 就拍毕业照的话会经常选在这个位置 就是 看那边有堆石头 在那 然后这个的话是体育馆 就 平常的话像校队的训练呀 什么篮球啊排球啊 都会在这个馆里 然后这个馆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比如我们当时的营兴晚会 然后还有毕业晚会就都是在这个馆里办的 他现在已经干比较篮球馆了 对 现在在篮球馆的这个边上的话是这个游泳馆 天大的游泳队其实特别厉害了 当然这里就是平常学生啊什么的都可以办卡 然后去游泳 这边的话就是 这是体育场 还有这边就是篮球场啊排球场啊网球场啊这些的 这个是运动场现在有在踢足球的耶 就有特别特别多的篮球场 当时晚上的话就是灯光 我不记得好像好像是要收钱吧 好像我没有来这打过篮球 后面的话是体育馆 就像那个毕业典礼啊什么的都是在那边举行的 那边的 真正好 有点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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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